在五都改制之后 台北市跟新北市喊出要打造黄金双子城 让夹在中间的基隆市非常担心会被边缘化 当地有立委建议把基隆市并入北二都 但是在实务上显然有很大的困难 基隆港口停满客户轮船 一旁就是基隆市中心 向那以港市合一著称的基隆市 面对五都升格 在北市新北市两个直辖市夹集下 立委很担心 还是省辖市未接的基隆将被边缘化 由于基隆市腹地狭小 人口比板桥还少 只有38万 立委希望借北北基合并 和北市新北市资源共享 并提供港口运输功能 一起带动基隆发展 但基隆民众对合并议题 看法也不同 大都市的一些福利措施 那基隆也可以一起享用 基隆本来就很小 所以你说边缘化 现在就已经是边缘化了 所以也不用担心 北北基能不能合并 民众关心程度不一 基隆市长张通荣则说 并入新北市也好 并入台北市也罢 基隆市就是不能矮化 变成基隆区 若在合并前提下 都中市是不矮化的选项 什么合并 都是对基隆市的发展 是有利的 但是唯一的 就是你不能把基隆市 成为一个基隆区 那基隆市那就完了 至于议长黄景台认为 确定五都体制后 北北基合并早就破局 也遥不可及 基隆要发展 不是谈合不合并 而是有没有裁员最重要 基隆港替我们这个政府 赚了将近有一千亿 但分配到基隆市 杯水车薪 所以中央政府对基隆市 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 因为北市新北市 可以分配到较多统筹分配款 基隆市在91年起 台湾加入WTO 得遵守公平竞争原则后 就拿不到中央 每年二十多亿的关税回馈 未来能否承受两都的夹击 立委正展开联署提案 严肃面对北北基合并议题 谢谢小朋友 大作 黑波导 大作 黑波导